一人邱昊奇在社群上釋出自己自导自演的作品 同时也PO出了当天的幕后花絮 不过比起她的演艺工作 她的感情生活更加精彩 秋昊奇在今年3月 与同为演员的女友黄佩佳分手 当时黄佩佳刚面临父亲离世的打击 就收到男友说分手的简讯 或许是已经痛到谷底反而没那么痛 事后女方还帮男生说话 说秋昊奇不算渣也没那么坏 不过在黄佩佳之前 凯乐、乖乖、梁凯莉都曾是她要好的故乡 也许是真没那么坏或是坏坏惹人爱 上个月底本刊捕捉到出现在夜市的秋昊奇 而她身边出现了一名留着长发 面容稚嫩、皮肤白皙、眯眯眼的女子 两人关系看起来是相当亲密 因为她们一起吃晚餐 秋昊奇还没坐下就显身双手捧住女生的脸 接着就是一阵搓揉 差点以为秋昊奇是在撸猫 看着男生坐下之后心满意足的表情 可能是真的把女生当小猫吧 当天应该是晚餐与电影的总和行程 男生看起来满满的分享欲 女生也是很捧场的转型聆听 是说秋昊奇眼影看起来不小 3分50就会掏一根 虽然会贴心的跟对方保持距离 但大哥 旁边的禁言标准你是没看到是吗 进影厅前的手扶梯 男生不忘伸手摸女生的头 两人的关系应该真的不只是普通朋友 不过在散场后 两人却在捷运站说了拜拜 可能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 还不适合一起过夜吧